你又說的話有時沒有留意到 我們接著一堂、一、兩堂都會講到 我們怎樣跟別人說話提議 因為提議的時候 如果說得不合聽 令人覺得有點冒犯 例如你這樣說 令我很不開心 已經有一種意思 就是有些做錯了 所以這句說話就上了心 他上了心 接著就反攻了 這都是人際關係很多時候會發生的事 我們明白了就知道 原來人際關係是這麼脆弱的 因為人就是很脆弱的 一被冒犯可以很大發生的 OK 好 有沒有人 其實我們著重這個分享的時候 我會把它拆解 第一看到人怎樣受傷害 或者過程中有什麼發生 在他們來說可能就是一些說話 一方面說一些說話不好聽 另外一個受落了就會反攻 反攻又更加不開心 有些關係就是這樣 打來打去就變得越整越差了 而處理呢 就是能夠心亂化解 不用放在心上的 我亦都是搖恕他 祝福他 因為他有他的軟弱 我有錯我認錯 但如果不是我錯 我接受他會做錯話說錯話 所以我不用介意 我就不要那麼激氣了 那我沒有那麼激氣呢 我就放手了 越放手得快就越鬆了 那有時候有些人 我們都不能見翻的 有些見不翻的 但我們鬆了就已經是 我們就不用揹著淡子了 我搖恕了我就放手了 伊克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